您好 歡迎繼續加入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汝 先來看食安問題連環報 日本製藥公司吉東涉嫌造假 震怒完檢測報告 除了勒令停賣停產22天 日媒更揭露 偷工減料恐怕已經長達30年 倒出一顆顆黑色小藥丸 瞬間排出一顆愛心 這些小藥丸再排列出 藥廠吉東公司Kyokuto的英文名 日本吉東公司用可愛的短營方式 在臉書Instagram甚至在TikTok上 狂打旗下的腸胃藥正錄完 只是卻遭到日本富山縣政府 以檢測報告造假為由 下令吉東公司從30號開始停賣停產22天 多家日本媒體大篇幅報導 富山市醫藥品生產商吉東遭勒令停業 或是吉東涉嫌篡改實驗結果 而都賣新聞直接披露 吉東生產的正錄完產品成分 投工減料不符合國家標準 而且恐怕是從30年前就開始篡改報告 其實吉東這種行為 在2022年就被縣政府揪出來 當時公司自主收回516萬盒 台灣當年也有下家藥品 它的含量偏低 就是低於標示量的90% 含量不夠的話 就是有可能它的作用 沒有原本預期的效果 不過對台灣消費者來說 此正錄完非比正錄完 在日本有多家藥商 都有正錄完的產品 出問題的吉東商標是兩個三角形 而台灣熟悉的則是以喇叭為logo的大型藥品 代言因為外包裝設計太像大型藥品 10年前就曾遺狀告上法院 最後卻以喇叭logo具有識別度大型被判 敗訴 目前遭勒令停業的吉東 也在官網發出道歉聲明 表示將徹查原因防止再出包 想辦法挽回消費者的信任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的紅麴保健食品先前才出問題 現在又換正錄完 實驗署表示兩年多前就接貨通報 將問題藥品回收 而在去年2月開始已經禁止輸入台灣 哎呦 我的肚子好痛 該不會是吃壞肚子了吧 要不要來一顆正錄完 很多人吃壞肚子或是肚子腳痛 都會服用正錄完來緩解 但現在日本製藥廠吉東 他們所生產的腸胃藥就被指控 常年造假檢驗報告 日本紅麴成分的保健食品 先前才有食安問題 現在正錄完又出包 民眾直呼 以後看到日本的保健品 真的會有點怕怕 認為就是他們比較謹慎 滿驚訝的 會有點震驚 可是說這個牌子是很老了 這個已經很久的牌子 對此食藥署表示 早在111年9月初 就接貨日本通報 該藥品有特定成分 含量偏離規格 當時就含請業者將吉東正錄完 以及德宥正錄完回收 其中吉東正錄完 同年10月回收了1批541瓶 德宥正錄完則回收7批 總共是8431瓶 合計總共是8批8972瓶 並且從112年2月1號開始 該藥品就不得輸台 GMP核可也在112年的8月底失效 只不過走訪各大藥局 還是可見其他品牌的正錄完 銷量會不會受到影響 目前的銷售量的話 原則上來講 連銷售量是不會超過10%左右的 所以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不過醫師就提醒 長期食用有風險 化合物被吸收之後 對腎臟產生一些衰竭的反應 並且可能會有貧血 當然腸道 就是所有的消化道藥物的 共同病症 就是說會對藥物產生依賴 如果是你不用它的話 可能就會有腸躁症 醫師再次提醒 服用藥品要機動性調整 如果症狀有改善就該停藥 切勿把吃藥當保養 傷了健康 特別新聞 邀請允潔 台北上報導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在增加一人死亡 40歲馬來西亞籍偽創工程師 搶救一個月多重器官衰竭 今天凌晨過世 成為保齡案的第三位死者 保齡茶室中毒案 事發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月 原本四位住在加護病房 衛福部現在證實死亡再加一 這名死亡個案是任職 偽創40歲馬來西亞籍理性男子 因為私鄉在保齡茶室 受華丹河粉而中毒 24號到北宜就診 經過一個多月搶救 因為多重器官衰竭 4月27號凌晨1點多 拜血性休克 宣告不治 臺北市衛生局證實 這名馬籍理性工程師 原本已經拿到椰克膜 後來因為感染拜血性休克又裝上 接下來肺部感染才會過世 而社會局早在事發當下 已經協助家人來台 目前死者父母親及弟弟都在台灣 處理後事 所屬公司偽創發聲明 對於同仁的辭事深感悲痛 也很遺憾 後續會盡全力協助家屬處理事宜 目前保齡中毒案還有三名還在加護病房 三人都用一般呼吸器治療當中 三名中症患者都還在加護病房都是女性 一位已經患肝治療 雖然肌肉力量還得觀察 但持續恢復中 另一位恢復輕度意識 還在使用血漿置換 降低體內的磅咳裂酸 但還有一位因為血液裡嚴重感染 目前使用搶心劑治療 狀況相對比較嚴重 但醫療團隊還是不放棄任何希望 密切觀察 希望能跟時間搶人 病況能有些好轉 TVB是王信棠林立台報導 10點06分來關心天氣 有外頭的雨似乎是有比較趨緩 但隨著封面北台 我們要來請教宣童 北台灣等一下的降雨 可能會再度增加嗎 好 謝麗如 在今天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可能覺得天氣還不錯 而且滿幸運的 在雖然封面影響在台灣上空 但是其實實際上的降雨 並不是特別的多 以累積雨量來講 大台北地區 其實可能都不會超過5毫米 但我們現在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在廣東還有福建這一帶 發展出來的雲雨帶 逐漸的往東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過去一個小時 都有陸陸續續的有開始飄雨 而目前在陶竹苗地區 也有開始有發現一些對流雲系 但是目前他們移動方向 比較強的都是往東北的方向來移動 現在看起來 雖然中部以北的地區降雨有增加 但都是以短暫正雨為主 這雨應該不會很大 但是如果有強對流發展的話 我們都會隨時為大家 來更新最新的預報 我們再來看的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其實降雨範圍都比較集中在 整個西半部地區 尤其往北的方向來移動 因為這一片華南的雨帶 一進來的時候 它的緯度本身就比較偏北 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如此 在明天的一整天 其實也大致上都是 在中部以北也不排除 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因為封面開始往北台 西南風增強了 所以中部以北 較大雨勢也不排除 有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 而在未來幾天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禮拜一天氣還不錯 但是在東南部地區台東 可能會有焚風的發生機率 而之後要注意的 則是在下禮拜三 封面又要再度的靠近 所以在禮拜三西半部地區 尤其中部以北 會有局部雨勢的開始出現 甚至有大雨的可能性 我們要特別提醒在禮拜三 禮拜四 如果你有安排戶外行程的話 可能要有雨天備暗了 而這一波封面的影響 一直會到禮拜四 直到禮拜五 禮拜六偏東風 降雨範圍就會比較偏向在東半部地區 例如 好 所以還是要記得 攜帶雨去出門 當然我們知道這幾天 南部的降雨 尤其是非常劇烈 也導致一些災情 我們也想請教宣童 未來南部地區有機會 可以喘口氣做一些災後的處理嗎 好 確實 南台灣地區 在過去三天的累積雨量 相當的驚人 像是在高雄的多個地區 都有來到200毫米到240毫米以上 這樣子的雨 確實在部分地區帶來了積淹水 而且有治災 那麼南部地區的雨 在今天晚上雖然有逐漸的趨緩 那麼禮拜日也就是明天天氣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封面逐漸的北台 雖然在西南風的方向情況之下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依舊是會下雨的 但是其實整個雨區 都有往北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南部地區雖然會有雨 但是這雨相對緩和不少 而到了禮拜日到禮拜一 尤其在禮拜日的晚上開始 你就能漸漸的感受到 這降雨是趨緩的 南部地區不太會有雨了 一直持續到禮拜二的上半天 天氣也都還算是不錯 但是禮拜二你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山區會有一些午後震雨 因為溫度開始上來 有熱力作用的發展 就要注意會有對流出現 而到了禮拜三還有禮拜四 雖然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尤其在中部以北會有較大雨勢 但是南部地區因為這時候 開始有一些風向的符合 所以在西南部也是有可能會有短暫震雨 當然不會比中部以北來得再更大 但還是要不排除 有一些對流雲氣長出來 並且移入的話 會有一些短延時的強降雨 而在禮拜五 禮拜六 偏東風的情況 在西南部地區的雨勢 就會有所緩和 同樣要有雨天被暗 就是在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雨相對會來得比較多 但好消息是封面在南下的過程當中 也會把東北風帶下來 這空氣相對是來得比較涼一點點的 感受上也會比較舒適 例如 好 非常謝謝宣童專業詳細的說明 不過不只台灣這幾天出現劇烈天氣 美國中部也被80個龍捲風侵襲 受災最嚴重的內部拉斯加州 有數百棟房屋受損 還有火車被捶煩 警報聲大作 一位往遠處一看 整片天空黑壓壓一片 好幾個漏斗雲大肆作孽 不 看這些東西飛在海上 媽 我知道這不是火車 但我能不能速度 龍捲風橫掃美國中部 光是在週五這一天 就有至少80個龍捲風襲擊當地 受災最嚴重的 內部拉斯加州 阿瑪哈市 數百棟房屋受損 居民回憶生死瞬間 人心有餘悸 還有這名新存者嚇到狂噴 男兒淚 我不會太害怕 我只是哭得像一個小孩 因為世界上最恐怖的感覺 沒有幫助 龍捲風威力之大 甚至連整列火車都被吹翻 整座城市全遭到破壞 消防隊員立刻展開搜救行動 所幸目前沒有傳出人員死亡 只有至少五人受傷 不過警報尚未解除 從內部拉斯加州 愛荷華州 一路到德州五個州 都還在龍捲風警戒範圍內 當局呼籲民眾不要掉以輕心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403餘震已經超過了1300次 而全球3D圖顯示 台灣地震頻率 幾乎跟摩天大樓一樣高 氣象署解釋 深夜時間都是純屬巧合 但是餘震恐怕會持續3到6個月 6.1地震 全台有感 民眾直呼國家級警報真的會響 氣象署解釋 北部很有感是盆地效應 加上大樓林立 這兩起地震比較深 地震波速度傳遞快 就像高鐵直接到台北盆地 不過這都還是0403餘震 它的一個地震序列會做一個硬力調整 所以在4月23號凌晨 花蓮比較靠近岩寮 基期地區發生規模6.0 6.3的 雨震序列以後 現在又調到北邊這邊來做一個 能量的一個釋放 凌晨2點21分 規模6.1地震之後 有陸續發生5起有感地震 加上小區的地震 光是花蓮 一小時就發生7起 截至27號上午11點 總共14起 地震專家分析 對比20年前921 釋放100顆原子彈的能量 這次0403只釋放39顆 加上後續雨震 能量總計45顆原子彈 而且中間還停歇一段 沒有規模5以上的地震發生 目前地震所釋放能量 從南邊開始再往西 往北 從月初地震至今 已經累計1307起地震 未來還是有可能發生大幅度變動 因為能量還沒釋放完畢 不過專家也分析 主震震完應該不會再有更大的余震 余震預估會再持續三個月到半年 才會比較頻緩 熟練會減低 但大規模的余震 可能還是有機會發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 中國大陸跟習近平會面 但氣氛似乎不大好 雙方從台海談到烏厄 美國呼籲大陸停止援助俄羅斯 習近平則要美國別推卸責任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問好 習近平只回了一個好字 兩人握手不到兩秒鐘 對著鏡頭笑容聲冷僵硬 實在看不出見面三分情 果然雙方一就坐 習近平就把醜話說前頭 兩個應該做伙伴 而不是當最初 應該以人力氣 聽聽過我們 而不是說一話說一話 我們是誓言 保持和強調 共識的線條線 來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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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來應付我們 對我們分析 所以我們避免失去討論 失去討論 失去討論 布林肯此趟访华 见到习近平规格没有降级 然而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排场 其实颇有玄机 这回场中摆放 象征变幻莫测的变夜幕 对照去年六月 习近平接见布林肯 却是摆象征以和为贵的荷花 氛围的差异一眼可见 其实同一天稍早 大陆外长王毅播出 整整五个钟头 跟布林肯见面声谈 王毅也是一见面就鲜化红线 然而美中要沟通 终究无法避开 最敏感的主权红线 布林肯会后表明他跟习近平重申 美国在台湾跟南海的立场 谈到台湾的时机点非常敏感 拜登总统刚刚签署对台湾援助法案 大陆的反应却相对平淡 或许是卖个面子给客人布林肯 摊开布林肯这次跟习近平要谈的 除了南海台海问题 还有中东北韩等国际局势 美方要求大陆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 不要帮助俄军延续对乌克兰的战事 还有中国的产能过剩 倾销出口问题都是双方难解的分歧 另外布林肯还见到了大陆公安部长 王小红要合作阻止 芬太尼等毒品流入美国 此外美中还敲定数周之后要首度举行AI峰会 美中任可其界也寻求合作 维持沟通就是布林肯此行最大的目的 有谈远比没谈好 还有件事不能不谈 就是要警告大陆不要介入美国年底的大选 去年11月习近平见到拜登的时候 就当面保证过就要说到做到 布林肯见完习近平之后 接受CN专访就透露看到大陆戒选的迹象 布林肯离开北京前抛出戒选警告 颇有压轴重点的味道 跟习近平丑话说前头 遥相呼应 美中双方用各自的方式划清底线 提问选状不道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美日安保条款将出现了64年来最大幅度的更新 当中增设统合作战司令部 预计年底实际执行 扮演驻日美军的对接窗口 美国国会议员满场掌声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番真情告白 宣告美日战略伙伴关系 格局从区域拉高到全球 其实正当美国日本用军事 用外交 用经济来反制中国的时候 那中国呢 他当然也有去联合俄罗斯 联合北韩 联合伊朗 来做一个军事外交 跟经贸的一个反俄制 日美合作规格将随着这波浪头 被推上新层次 未来是几项技术面重点 包括双边升级国防通讯网络 建立国防工业合作平台 以便确立飞弹拦截系统 或喷射机等军备的 共同开发生产 还有海空战力后勤维修 日美也将共同成立 战机飞行员等训练小组 甚至未来美国主导的登陆任务 必定有日本太空人参与其中 而行驶近70年的 美日安保条约 也将出现最大规模调整 过往的这个统合幕僚的建筑 它是比较像是这个参谋性质 那他要辅佐这个防卫大臣 然后暂时再负起这个 指挥这个日本自卫队的 这个统合幕僚长 要有这样子一个双重的这个角色 他们打算就是管作战的 就专门管作战 去统合幕僚 就是参谋的身份 就专门管参谋 所以接下来有这个司令部来说 对他们的这个统合自己的 陆海空三军 甚至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 网路军队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统合性质 或者是指挥作战的 这个反应能力来说 会更加的这个恰当 2012年发布的安保三文件 其中增设统合作战司令部的计划 将于今年年底实际执行 同一指挥日本陆海空自卫队 也为未来太空和网路作战编制 先做铺陈 而另一个用意就是扮演 强化指挥后的驻日美军 对接窗口 如果你照原本的这个美日安保的态势来说 日本他只是支援美军在这个 第一岛链内的这个交战的后勤任务 他并没有负起这个第一线 跟美国并肩作战的这个义务 美军方面要提升 驻日的这个司令部的 这个司令官的位阶 从三星变成四星 而且未来会这个统合 他们的这个三军跟日本的 这个自卫队之间的 这个联合的作战的任务 以邻国南韩作为对照 美韩军队可由美军派驻 当地的四星上将统一指挥行动 而驻日美军一意仅为前进部署 迄今仍由美军印太司令部 跨洋调度 本身并无战略决策权 但在共军崛起 扰动区域平衡下 每日都有意调整指挥框架 也代表着日本自卫队 历史背景造成的功能限制 将被翻转 所以我们可以看 同等的来看这个职位 未来的驻日美军的最高司令官 他一定也会有 相当的政治的认知 因为他要包括东北亚 甚至是东南亚 这些国情相对的变化 所以有军事上面的意味 但是政治上的意味 一定也是高的 日本亲力强化防卫布局 除了2023 当年参加了跨国联合军演 上看56次 冲绳也在民意冲击之中 实质加入了西南诸岛飞弹部署 而为了因应紧急状况 快速向离岛部署作战人员 和补给物资的海上运输群 预计也将在2025年正式组建 当然这几年他们一直从安倍开始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岸田文中 他们一直在努力把这个日本朝向 这个正常化国家的一个迈进 就是要摆脱这个宪法第九条的 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 那当然这个方面的话 他们还必须要调整很多东西 他们自己这个宪法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跟美丽安保的这个实际的 这个内容义务的这个分配也好 那是不是法律层面上 可是他们自己在实务上面 已经开始进行了很多这个 更宽松的解释 原因除了呼应印太战略 更因为经济海域 被对台威含的解放军飞弹 不胜波及后 使日本更深刻的认知 虚情是可能不是传统外交手段 足以应付 尤其在当有存立独立事态的时候 就是当一旦美国有 就是他的基地 或是他的这个盟国 受到攻击的时候 那日本会做一个后勤之援 但是一旦这个所谓的日本呢 一旦有武力攻击事态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美日呢 他们发挥这个所谓的 集体自卫权 国人耳熟能详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只是遇尽情势危机的前半段 真正的用意 是点醒美日同盟 是时候共同面对迫切问题 TVB的新闻 胡卓华耶 加上南部医院的乱葬钢 多达400具的遗体 部分还穿着手术袍 加上的官员痛批以色列 是种族灭绝 侵害人权 联合国也看不下去 将介入调查 加上南部医院三处乱葬钢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遗体数量多到必须出动怪手开挖 目前还在确认死者身份 最早先发现有死者是手脚被捆绑 甚至还有儿童尸体 让加上官员怒控 在今年2月以打击哈马斯为由 进入纳瑟医院所在地的 以色列军队 动用私刑处决巴勒斯坦平民 侵害了人权 还想要种族灭绝 尽管以色列军方出面否认 但联合国决定介入调查 而先前在战火中 幸运从死亡母亲腹中 抢救出的女婴也传出二号 虽然在保温箱中 情况一度稳定 但仅仅五天还是不幸死亡 而不停遭到大规模轰炸的加萨 眼前散落的瓦力残骸 多达3700万吨 恐怕要花上14年才能勤干净 面对加萨惨状 有联合国专家出面呼吁 应该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包括武器和石油禁运 不过以军没在怕 近日曝光坦克大军 部署在加萨边界的画面 以色列从地面进攻拉法 只剩下最后倒数 TV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大学挺巴示威快速蔓延 警方的镇压手段也越来越火爆 有学生拍下警察对着 手无寸铁的学生使用电击镇压 将近一分钟 现场尖叫声连连 两名警察无情电击 被按倒在地上的示威者 亚特兰大埃莫里大学 警察进驻清场 驱离示威群众 没想到发生这一幕 但因为一旁还有一名持枪警察 众人只能不断对着远警叫骂 无法上前竹子 埃莫里大学表示 帐篷示威营地都是校外人士 试图扰乱大学 但警方距离手段 却动用上电击枪 甚至还传出有催泪瓦斯 以及塑胶子弹 画面一曝光全美哗然 警察有没有执法过当 纽约警方这么说 但警察的暴力驱离 也激起更多反弹声浪 包括布林斯顿大学 UCLA 波士顿东北大学 都爆发警方与示威者的激烈冲突 美国众议员也对此发文谴责 而示威学生被贴上 与哈马斯同一阵线 以及反游标签 也很不满 以哈战争一日不停火 美国各地大学的示威动能将继续扩大 TV的新闻总和报导 挺巴学运跨海蔓延 也在欧洲包括了法国 德国跟英国遍地开花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周五晚间遭到占领 震报警察强制驱离 爆发扭打冲突 大批巴黎学生围着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 高横口号响应美国挺巴学运 窗口贴满挺巴国旗与标语 学院大门用垃圾桶木板和单车堵住入口 当地时间26号巴黎政治学院 遭到学生趁夜潜入战区 Was a protest that was held on Wednesday in another building and that was abruptly teared out by the police What the students here say is that the police's intervention is what has galvanised this support for the protest movement today So we are inspired by Columbia, Harvard, Yale, UNC, Vanderbilt All these universities that have mobilised but our solidarity remains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first and foremost 马路满视镜做示威的学生 以及来深远的民众 人人比出象征和平的V字手势 不过巴黎市政府 还是出动了镇报警察 警察强制驱离 现场响起一片嘘声 最后示威者与校方大持协议 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顺利落幕 但不止在法国 英国和德国也纷纷有学生 以及民众走上街头 绑着头巾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加入这股血运潮 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 现在美国大学生爆发的这股怒火 也一路烧进了欧洲各地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物价飞涨加上缺工夹机 日本最近兴起了空闲打工潮 不限打工族 学生族 正职上班族也能加入 而且不用面试不用履历 最短工作只要一个小时 加入冰块倒入新鲜茶饮 天气炎热来上一杯冰凉手摇饮让身体降温 即将进入夏天饮料旺季 业者对于在尖锋时段短暂的人力支援需求大 像我们现场都需要有新鲜的柠檬 我们在切柠檬 备制柠檬的部分就需要忍力 就需要忍力去做切割这样子 如果前面这两个小时可以帮我们就是前置的作业先做好的话 后面那个人他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不需要加班 或是我们再补充另外一个人力进来 现在全台餐饮业都面临严重缺工 至今饮料店的兼职员工就可以选择只要工作两到三小时 希望透过这种短工时来补足人力缺口 而像是日本就超流行这种短工时的打工方式 最短只要工作一个小时就能领到薪水 饮料店业者表示 目前在日本两间海外门市 就有采用这种短时间弹性高的超短打工方式 不过由于没有完整的职钱教育训练 只能做简单的工作 目前日本的话是两家门市 有一间店它是有搭到25个人 就是它的员工名单有这么多 它可能就是单看说 它可以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店长会帮他们排班做远记这样子 它可能在门市的时间不够长 那它面对一些比较突然的状况 它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掌握到 它相对的它在的工作站 也是比较简单的工作站 不要忘记日本是比台湾 更早进入超高龄社会 他们包含从中高龄劳工二度就业 以及开放外劳的资格条件等等 已经穷尽所有的方法来补足人力 那现在这种短期弹性的打工模式 是未来势在必行的趋势 未来台湾可能也会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日本面临少子化与人口老化 掀起空闲打工热潮 不限打工族学生族还招揽有正职工作的上班族加入 标榜不用面试也不用履历 当天就能领到薪水 优点是还能体验不同领域的工作 像是餐饮服务业和运输业 人类短缺严重 不少企业就透过这种方式来补足人力 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在2009年 当时只有330万人在仲介平台上注册 但到了今年 已经急速成长至1390万人 有效运用零碎时间赚取收入 在日本掀起另类就业潮 当日领星是主流 短期的有分一个小时的 或者是一天的 而且通常都是不需要经验 也不需要面试 只要上APP 然后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以及自己可以接受的薪资 他就可以直接去工作了 以前日本这种缺工 他都是找这种长期雇用的 可是有一些 比较的中小型的服务业 并没有这种的 长期雇用的需求 可是他有一些业务 要临时有人来帮他解决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找到需要的人 帮他来做这个事情 这种弹性自由多元的工作形态 也是零工经济的一部分 学者指出 把工作内容片段化破碎化 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对企业而言是一大便利 透过网络平台把工作外包出去 也带动零工经济发展 不过也强调破碎化的打工模式 不适用所有行业 无法完全解决产业缺工问题 他可以这么做 一定是他的工作内容 可以给片段化或破碎化 可是像很多的制造业 他就没办法这么做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科技业你要建无程式 你单单换个无程一 可能就要二三十分钟了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不可能让你换了一个无程一 然后进去工作 一个小时就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这样的工作内容 它就比较不适合用 这些零工经济这种样态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完全解决缺工问题 我觉得可以只能解决部分 因为有些缺工问题 它的工作内容工作样态 是没办法用这种零税化的方式 来呈现的话 它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零工经济 或者破碎打工 来解决缺工问题 物价飞涨和缺工夹集下 超短打工让人趋之若鹜 但想要试图缓解缺工压力 成效有限 全球劳动力严重不足 人力需求越来越难满足 TVBS新闻 何嘉阳 李晃龙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人工老化也导致 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 壮世代逐渐成为劳动主力 尤其是45到49岁 劳参率高达了85% 65岁以上的劳参率 也逐年再增加 正式开门营业前 拿着抹布擦拭桌面 也将卫生纸 菜单排列整齐 忙进忙出 对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工作性质 有不同的需求 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我还在找 当然我做了餐饮 它里边令我喜欢的就是 大部分的顾客去吃东西 是喜悦的 是正能量的 我受到他们的回馈 我为开心 因为这样子 我做得更开心 年过半百的曾先生 过去尝试过不少工作 如今选择在知名串销店中学习 并持着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对于他来说 退休不见得是以年纪作为一个分界 刚刚说了 做到老 学到老 如果身体有血 当然是继续这样子走下去 当做嘛 现在70不判断 健康长寿 所以如果说准备75 我会太贪心了 面对工作始终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对于他而言 退休生活可能会是失去重心的开始 只要身体允许更乐于在职场上继续打滚 尤其台湾45岁以上的劳动力 约有520万人 而从国发会的人口推估报告也看得到 台湾人口中位数 在2024年就会达到45岁 代表有一半的国人 都是中高龄或者高龄的壮时代 不同的员工状态当然也不一样 不过以串烧店的形态来说 年轻员工还是占多数 但在少子缺工的情形下 也面临考验 尤其人口老化问题严重 未来的劳动力也跟着老化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台湾截至2023年12月 45岁以上的劳动力约有520万人 而其中如果看壮世代所在的年龄层 也就是45到49岁 他们的劳参率是最高的 达到85.41% 台湾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人口红利 他已经用完了 让这个有成熟年龄的这些劳工者 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也许可以多工作10年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可以补充 就是说在国外的研究 我们发现说 现在一般的劳动者的 他的身体的平均年龄 叫过去的劳动者的 这个年轻的10岁 以国发会的推估 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5个人当中 就有一人超过65岁 这世代持续工作 使未来趋势 劳动机制势必要改变 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形态 事实上都是随着时代 在做一些更新改变 所以工作实务的一些创新 和设计是很重要的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提供 中高年龄的这个做兼职工作 那这个兼职工作 我们先来看 其实有很多机器设备的辅助 事实上不需要太耗费劳力 和心力 那甚至于有这个兼任 我们刚刚讲到的 part time的工作 那甚至于说 我们有这个弹性工时 还有工作分享等等 这种的职务上面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随着世代的改变 台湾过去的劳动状态 也必须太久换新 才能符合未来的市场 TVV的新闻 张志明先单 此特报道 工作治愈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七大征兆 小心是身体的求救讯号 您是否有长期皮肤炎 强烈疲惫感 还有骨骼肌肉疼痛 肠胃症状 还有反复发炎 小心慢性发炎 可能是癌症险瘾 发炎是一种身体免疫系统 辨识与移除 对人体有害的 外来刺激物的过程 也是身体的防御基准之一 透过这种反应 可以开启身体的修复进程 然而当这样的发炎反应 变成一种缓慢 且持续长达数月 或数年的情况时 称为慢性发炎 未能清除的急性感染病原体 自体免疫疾病 长期接触吸入一些身体 无法分解的外来物 或是身体发炎诱导物累积过多 像是自由积分子 糖化中产物 尿酸结晶 氧化脂蛋白等 都是引起慢性发炎的可能原因 自体免疫疾病 包括裂风湿性关节炎 慢性囊疮 肝燥症将持续 脊椎炎 这些疾病也都跟身体的 异常发炎有关 那所以对于这些病友们 我通常也会建议在饮食上 尽量多吃蔬菜水果 那鱼也可以多吃 那相反的像红肉 加红肉类尽量少吃 那也尽量避免天食 或者是肝糖饮料 对于改善身体的发炎 应该会有帮助 慢性发炎真的有可能 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也会让你不知不觉 就会暴露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 容易疲倦 或者是有些时候 慢性发炎比较厉害 会觉得好像身体里面 好像觉得热热的 但是其实发炎反应 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有很重要的保护的功能 它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它可以保护我们身体 免于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 并且它可以保护 我们一些的损伤 像是它可以避免 细菌病毒入侵我们身体 在代谢症候群中 慢性发炎常常是由肥胖所引起的 尤其是腹部肥胖 导致全身性的发炎反应 另外代谢症候群患者 常见的异常之质代谢 会直接造成心血管健康的负面影响 而慢性发炎更进一步 透过促进血管壁的发炎反应 增加了动脉周状硬化的风险 慢性发炎和急性发炎不同 慢性发炎是一种强度较低 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发炎状态 由于它的症状不像急性发炎那样明显 常使慢性发炎在伤害人体健康时 不被人所察觉 成为许多慢性病发展的潜在因素 慢性发炎常会进一步导致 胰岛素阻抗性的发生 干扰胰岛素的正常作用 使得身体不能够有效利用 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近年来的研究也显示 慢性发炎与代谢症候群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急性发炎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 也就是身体有无病原菌的感染 感染可以是细菌 可以是病毒或是黴菌 不同的病原菌 表现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同部位的感染导致的发炎 也会有该部位特别的表现 例如肺部发炎就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 泌尿道发炎就是以泌尿道的症状为主 还有一种是全身性的发炎反应 就是发烧 发冷 食欲低下 虚弱无力等 一旦发炎导致食欲低下 身体虚弱无力 就算没有发烧 这都要进一步的检查 当身体容易出现关节疼痛 肌肉疼痛 长期疲倦感 失眠 忧郁或焦虑的情绪 肠胃不适的情况 莫名的体重增加或减轻 反复感染等 都可能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身体 是否有慢性发炎 医师建议健康生活均衡饮食 也要避免发炎性食物 像是油炸品 红肉 甜食等 维持运动习惯与充足睡眠 就可降低身体发炎反应 TVBS新闻陈如环 蒋世伟 台北采访报道 放开的女孩 你们要想个